最后点时间我想让韩冰谈一下这个 这个也很不寻常 尤其是滴滴 滴滴打车大家知道在大陆 你没有滴滴打车根本叫不到车 在路上就没办法行动了 但是这半个月来滴滴档 阿里档 腾讯档 档一个大家已经爱红便宜 一下这个档那个档 档到大家觉得莫名其妙 觉得不太寻常怎么可能 这三个都大到不得了 他们的这个APP的这个建设 说实话都是专家 投入多少人力物力 也这个行之有年都非常的顺畅 尤其是滴滴 说实话它本身的这个商业模式 就在这个APP上面 没有APP它没办法赚钱 所以你看到接连出现了 整个系统的崩溃档机 是档得死死死 完全不能用 不寻常 大家就想到了 美国对于大陆的科技封锁 是不是就展现在上面 这是有一些联动关系吗 大陆科技网认为 美方升级了晶片净链 很大程度就冲击了 大陆的AI发展 当然结论是要打造健全的供应链 但你觉得呢 这到底有什么样的猫腻 会让这三大巨头 这么短时间之内一起当 这个东西当然不太寻常 对 但是你说这个就是因为 美国对大陆的科技封锁 造成效应吗 我倒不认为是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要从 另外的角度去看 这看起来比较像是有骇客 是不是正在想办法 去攻击他们的系统 我觉得比较像不然的话 怎么会在这么短期间之内 这三大都出现问题 这个不太可能是什么 什么科技限制的问题 不太可能 我觉得是人为的因素 也就是骇客攻击的因素 实际上 我相信他们每天都遭受骇客攻击 但是为什么会突然这些短期之内 出现这个东西 可能是有很高明的骇客 正在尝试想要突破他们的 他们的防火墙 然后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虽然他们的规模都非常非常大 里头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 不断在维护系统 可是全世界没有人不当机的 讲实在话 脸书也常盪 IG也常盪 他们的规模都非常大 所以只要是人做的东西都会坏 这个是难以避免 只是不不太可能 这种几率非常低 你看假设我们估计 你说滴滴 你经过一两年会荡一次 那大荡机可能要三四年 那可是这三个阿里滴滴腾讯 同时在半个月之内出现这样的状况 这个几率会低到什么样的程度 被雷打到的几率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这比较像是遭受攻击 那有人想要去试图突破 那目前看起来是 他取得了某部分的成功 那问题是他现在就是要去观察 因为这几家公司都还没有对外发表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现在就是他的资料会被窃取 他的一些相关的系统会被破坏 我觉得这才是后续要去看的发展 那当然这个没有办法 当你够大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攻击 这个派克攻击也不一定是来自国外 也可能是他们内部的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还很难说 像比如说全世界有一个叫无名市的这样一个组织 他们是随时随地 这个理论上它是一个组织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称号 任何人想要加入无名市都可以 但他们可能为了各种情况各种理由 去攻击世界上各地的网路 这都可能会发生的事 所以我觉得还是静待这些公司去找出后面 到底隐藏了哪一些背后的原因 可是必须要去讲 就是说那个美国为首这些西方国家 对中国大陆进行的晶片管制 确实会影响到中国大陆AI发展 这是必然的 所以中国大陆唯一的解决的路 就只有一条路 就是你要发展自己的专属的科技 你要能够不被对方掐住脖子 那这个绝对不是短期之内就可以达成 这个未来这个战争是持续 十年甚至数十年之久 中国大陆要不断地培养 自己的系统而且独当一面 其实你看为什么华为 他要发展自己的鸿蒙系统 我不再用Android 其实就是这样 以后我就不会受制于你了嘛 所以中国大陆必然被逼得要走上这条路 那成不成功 我们可能要花十年 二十年以上的时间持续地观察 还没想到一点点时间 你要不要补充一下一带一路 这个新闻也很大 一带一路说真的啦 就是意大利我们早在梅洛尼 要上任之前就知道他不想要一带一路 他竞选的时候就抢了嘛 只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本来袁美洛尼一上任的时候 就说我不要了 结果没想到他当时的表现 跟阿根廷现在要新上任 那个差不多 就是突然之间好像跟中国大陆这边 关系又没有闹到这么僵 可是经过这么久的时间 他还是决定分了 因为赶在这个最后期限 我觉得这个就是 美国大概对他威逼利诱了很久 所以让他决定 为了意大利跟他自己政党的意义 所以不得不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可是我必须说啦 就是脱离一带一路 真的对意大利有比较好吗 意大利现在经济状况其实不好 所以当你离开了一带一路之后 他自己必须要去承受 这个对他自己本身经济的冲击 我觉得这个对意大利未必是有利的 所以既然他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也只能让人家走 这个又不是土匪强盗 你也只能够让人家去走 可是后果就是大家自己去承担 只是拜登我就觉得 他真的也是讲得太假了 说什么他从来没有游说他 从来没有 此地无因三百两次 没有要干涉 我没有要干涉一带一路 对啦你没有要干涉 你只是规定不准而已 这不是干涉是这样吗 就好像美国其实从头到尾 就不是想要跟中国大陆竞争 我讲实在话 他只是想弄死中国大陆而已 就是这么简单 他根本不想跟你竞争 那跟中国关系不好的 同样还有一个 我们把韩国拿出来一起讲 就是韩国呢 五天之内接到两个大恶号 来标题换一下 一个当然就是石墨的这个出口限令 十二月正式生效 还来不及反应呢 第二个就是车用尿素 也是禁掉了 那车用尿素呢 韩国的这个依赖度非常高 我们昨天有稍微谈一下 其实它不算是 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 那两年前就禁过它一次 现在韩国猝不及防 但这两年韩国也是没有作为 既没有分散这个购买的风险 也没有自己制造 所以说呢 这次又被禁 也是一样韩国哀鸿遍野 所以五天之内两个恶号 当然这两个国家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向来都不好 张军你怎么看 大陆的大战略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车用尿素 车用尿素 这个是不仅是 我们自己的产量不够 不是光韩国 我们也向中国大陆 进口车用尿素 要不然的话 这个会 那个柴油车子烧出来的 它排出烟是黑的 大家看到那个一条黑烟 这样子 这个会造成环保 环境污染很严重 它又不像什么晶片 那种高阶的 做不出来等等 这是成本问题 因为在大陆成本低 你自己坐一公斤 你在大陆可以买三公斤 你要拿一个 你绝对竞争不了 那我就买三公斤 我不要 同样的钱 我只能买一公斤 所以都用进口 韩国进口 我们台湾也进口 因为如果不用 这个车用尿素的话 这个车子的 尤其是卡车跟整个车 这个环平没办法过 看着这一条黑烟过去了 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意大利 意大利推出一带一路 意大利是G7 七个先进工业开发国家 国民所的GDP最低的 它低过美国 日本 加拿大 也包括英国 法国跟德国 加拿大是最后 因为加拿大目前的经济状况 它在去年的时候 2022年 对中国大陆贸易赤字 就是它入钞 就是入钞买太多了 410亿 欧元太多了 那现在 你这样子要继续下去 意大利两个包袱 一个对中国大陆的贸易赤字太多 第二件事情 意大利因为它的公教人员退休 造成它的经济包袱太重 因为它要付这些钱 所以它跟希腊当初一样 也跟西班牙一样 这方面因为退休金的关系 造成它的经济的发展 这没办法 所以它现在跟中国大陆 提前三个月 我先告诉中国大陆 一带一路就到此 到明年 传了很久很久 但现在几乎是正式 而且它是 双方还没有发布官方的讯息 对 那它 我判断它将来会收到 因为这个G7里面 这七个国家里面 只有一个国家 跟中国大陆一带一路 它当初是最早加入的 对 最早加入 而且也只有唯一加入 G7里面也只有唯一加入 就是因为这样压力实在太大 它压力很大 那其他六个会怎么讲 那你又贸易入潮那么大 那讲说那就干脆 可能我认为我判断 既然有这个消息 空雀不来风 会有潮这些方面 就是终止一带一路 也对 尤其可能对美国 因为美国都是断念跟脱钩 你断念脱钩 那我就断一带一路 会这样子 对美国要有交代 跟美国站在一条线 因为他们G7 以前是G8 因为老师退出之后 只剩下G7了 那我认为这是经济问题 而且经济问题 因为意大利表现不好 那可能会有 美国可以对它做补充 可能美国会对意大利 多买一些东西 意大利目前的国民的所得 只有三万七千块美元 比我们台湾好一点 我们台湾快三万 三万两千多块三万三 但是意大利那么 它G7的国家 它就只有三万七千多块美元 所以它意大利的经济表现并不好 而且意大利人口也蛮多的 意大利人口五千多万人 算是个大国家 你可以意大利 意大利领土那么大 意大利人口 对 但当然啦 听说这个大陆一带一路 这个峰会十年 才刚刚举行过嘛 就十年啊 成绩这个真的是很漂亮 但是意大利这个事情 算是一个挫败 那当然对中国大陆 这也是会是西方媒体 最喜欢的一个题材 所以事件刚刚出来 双方还没有正式发布 官方的讯息 接下来西方媒体 一定会嗨一波 会有很多后续效应 一定会开展 我们那晚报会继续关注下去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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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